其实讲到以色列 以色列卫生部其实有宣布 本周平均每天记录的新感染病例超过1.07万 那以色列是全球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已经达到了群体免疫的理想值 所以这个以色列的接种疫苗 让全世界都非常羡慕 那这个抗疫模范这段时间 突然间被Delta变种病毒给攻陷了 现在每周平均大概新冠病例感染数已经创新高 刚才我们新闻也有谈到大概1.07万 那新冠感染病例这个以色列部长 他就讲到阿瑟他在9月14号的一次视频通话中说 新的数据是以前疫情海啸中未达到的记录 那以色列正在准备接种第四剂疫苗 所以以色列举国的这个疫情 就是也等于说疫苗实验告诉我们了什么 这个群体免疫机构 就是群体免疫还有可能可行吗 这个构想 这个以色列是一个真的是我们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实验室 整个国家它非常认真的去打疫苗 那国家也很认真的统计数据 那么把这些感染的没感染的 重的轻的住院的没住院的死亡的等等 提供了很具体的数据 在这一点上那是美国就是完全是跟不上的 最近华尔街日报专门发表一篇文章 就责问这个美国的疾病和预防控制中心 说这个美国的数据在哪里呢 是吧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以色列的这个经验和这个结果 对我们来讲是很有的一个参考意义和参考价值 那么第二个事情就是以色列的情况 刚才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疫苗到底起没有起作用 我们大家很容易陷于什么研究报告等等 其实我们只要用常识来说一下 在没有疫苗之前 以色列的疫情是什么样子 在我们打了两针三针 以色列现在有80%的人都是完全接种的 现在还在打第三针 而且还在给所有的没有接种的人都要全部接种 所以以色列在这点上已经登峰造极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产生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呢 我觉得常识就是说 不管这个疫苗对个体来讲有没有效 有没有帮助到一些人 我想它一定是有帮助到 但是这个疫苗战略从整体的防疫来讲 目前来证明它是一个不成功的 咱们不说它失败了 至少不成功是吧 这是一个现实 这是一个事实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大家都必须去面对的一个事情 以色列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疫情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发展 是我们没有办法来用疫苗的效果 和疫苗的效用来解释的 但是这个时候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以色列的政府 它还是一味地推行疫苗 希望第三针第四针通过这个疫苗来解决问题 那么这就是有点让人困惑的地方 为什么就是说这个疫苗战略 不说它完全不起作用 至少它没有阻止疫情的发展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继续在老路上走 那又是什么原因呢 是吧 这么聪明的一个民族 这么一个发达的一个国度 在这个方面显得思维非常的狭隘和狭窄 是吧 手段非常的单一 这个事情都值得我们思考 值得我们思考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一直讲过 这个新冠病毒 跟以往的任何病毒都不一样 它似乎根本不在意你们做什么 人做什么 戴口罩 不戴口罩 洗手 不洗手 打疫苗 不打疫苗 是吧 打多少 不打多少 它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它到高峰期的时候 并不是认为 因为你的措施不好 或者是它下来的时候 也不是因为你采取了什么措施 它说下来就下来了 谁也解释不了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现实 我也没有答案 但是呢 这些现实呢 我们不能把眼睛闭上 看不见它 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问题提出来 如果这个专家们是专门拿着这个国家和政府和拉税人的钱是研究这件事情的话 那我们就希望他很认真的面对和研究 然后把这个信息呢 回复 这个报告给我们大家 让我们对这个新冠呢 有个很完整的了解 不是选择性的告诉我们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信息出来以后呢 就逐渐的证明我们过去很多的担心是正确的 比如说我们曾经担心过这个疫苗在这个新冠病毒变种的情况下 那么它的效用是有限的 第二我们担心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疫苗的效果是下降的 第三我们担心过一个人如果免疫功能不好的话 那么他是最需要疫苗的人 但是因为免疫功能不好 疫苗要依靠人的免疫功能来起作用 那么你给他打疫苗 对他来说的保护 长期的保护性到底是多大 是吧 这些问题我们都在问 但是呢 现在逐步来看 这些问题都出来了 都出来了 就是说他我们担心的事情都在发生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过去我们讲过这个小儿心肌炎的事情 那过去就说啊 这个青少年打了以后有心肌炎有死亡的 那马上就有人出来说 这个没关系啊 这个得了新冠也会得心肌炎 也会死亡 甚至更多更重 但是最近的报告又出来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打新冠疫苗的 导致的心肌炎和住院病人 超过得新冠的 这个心肌炎和住院病人 至少是在12岁到15岁这样一个范围之内 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什么呢 就想说明我们整个这个抗议啊 并不是在一个非常科学的这个思维和方法的指导下进行的 而是呢 打着这个科学的这个大棒子啊 这个加上行政的命令来一味地推行这样一个事情 因为但凡是严肃的科学家都知道 我们对新冠病毒了解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现在采取的手段 它有它的作用 但是它有它很大的局限 我们有不知道的东西 远远超过我们知道的东西 而我们政府呢 好像什么都知道 就能够做出一个 你必须这样或者那样的决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导致我们很多的问题 在将来来说的话 是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出现 所以呢回到这个以色列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无关我们把现在预测一下 无论它打第三针第四针 它这个新冠病毒该来就来该走就走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现在基本上 但凡是老实一点的科学家 或者说聪明一点的科学家 都已经承认群体免疫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这个新冠的所谓的瘟疫流行 已经变成一个常态 就是我们的整个思维都要改变 我们现在不能再想 这是一个一段时间的流行 是针对一批人的流行 这种事情已经不要去想了 因为群体免疫是不可能的 群体免疫它是有条件的 条件之一就是这个病毒 它不会这么频繁的变种 而且变种以后 它不会杀伤力或者是感染力越来越强 所以这是一个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变种 这个群体免疫是不可能了 所以现在如果我们的观众在想这个事 就不要再想了 群体免疫打多少疫苗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以色列来讲 它已经群体免疫了 它已经80%以上的人 完全 我看那个图像有点虚 完全的打疫苗的人都是80%的 再加上被感染的人 是吧 已经自然免疫的人 这个群体免疫早就达到了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它就完全控制不了这个疫情 所以这一点就不要考虑了 所以现在所有的专家都开始说 它英文叫做pandemic变成endemic 什么意思呢 就是pandemic通常是指一个很大范围的 没有任何边界可以挡住的一个大的流行 这个endemic呢 实际上指的一个地区 普遍存在的一种流行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他们这种语言上的区别 就说白了 就是这个瘟疫的流行已经变成了 从一个短期的或者是可控的行为变成一个长期的一个不可控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每天去测有多少人感染了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我们要去测 因为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这个病毒当中 所以你要把我们身体里面的病毒都去测一测的话 那就是你可以耗尽国家的所有财力去检测这些事情 但是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说多少病例 新感染多少 这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我们所有的人早晚都要被感染 就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要有一个思想准备 所有的人早晚都会被新冠病毒感染 这就是现实现状 跟打疫苗不打疫苗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现在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疫苗到底能不能在我们感染之后 让有些人的症状变得比较轻 这是目前推行疫苗的新的卖点 过去的卖点已经吆喝这个卖点已经不行了 说是阻止流行 阻止不了了 咱们不卖这个事了 咱们又卖 你打了以后 你得了病以后 你可能症状比较轻 或者没有症状 然后这个或者是不用住院 是吧 那现在的问题又来了 最近发现这个很多住院病人在美国 它是轻的 很轻的症状就被弄到医院里去了 那就是说目前医院这个最近的大西洋这个杂志 美国的杂志实际上也是一个蛮左的一个杂志 但是它也报道了说美国现在最可靠的一个指标 就是说住院病人有多少 作为一个可靠的判断疫情的指标 现在已经没有用了 因为现在住院病人一半以上都是很轻的 或者是不需要住院的人都住院了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意味着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原因 就有人他想制造一种危机和恐惧 让大家都去打疫苗 不是说打疫苗不好 或者是大家不要打疫苗 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疫苗对有些人来说 疫苗本身它是现在医学的一个成果 对有些人来说 它只能起到救命的作用 可能对它很重要 但是把疫苗神化了 认为疫苗可以阻止流行 可以消灭这个新冠 可以防止怎么样 这个神化是一步一步的在这个幻灭 在破灭 那么刚才讲的这个住院的事情 那么我们真的需要知道 这个疫苗打了以后 那么住院的病人 对这个严重性和他的死亡率 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那么现在以色列不光是新的病例在增加 那么他的住院病人也在增加 他的死亡率也在增加 那么这一点还需要新的资料来观察 那么说了这么多 这个就是说我们一直在 这个健康一家一的节目里面强调 这个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健康 是不能依赖政客 也不能依赖 所谓的科学家 在实验室里做的那些事情 那么研究的报告统计的数据 我们的健康是我们大家自己的事 我们的健康要用我们的常识 要我们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和经验 是吧 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健康 那么这个才是 你如果需要打疫苗 那疫苗的作用就会更好 是吧 你如果万一感染了病毒 那么你抵抗病毒的能力更强 这个才是一个我们自己能掌控的事情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注意力 从打疫苗不打疫苗 有没有什么新药等等 转移到我们怎么样提高自身免疫力 那么这个方面来 这个才是最终我们能够 不管是跟这个新冠病毒合并共处 还是这个最后所谓战胜这个病毒 这说起来都很可笑的事情 人呢 就说过人怎么会怕病毒呢 人这么一个复杂的 这么一个完美的生物体系 一个病毒就把我们搞得狼狈不堪 疲于奔命 这是很荒唐的事情 但是呢 这个人类要战胜病毒这件事情 说起来都可笑 但是呢 我们人类现在就处于 现在这样一个现状 所以这是人类自己需要反思的事情 其实反思这个部分 杨医生经常也提醒大家 刚才杨医生你有提到一个观点 我觉得听起来蛮震撼的 就是未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感染到新冠 那如果是这样一个概念 我想接着请教您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感染新冠 但是我们怎么样去 比如说跟他和平共处啊 或甚至就是战胜他 或者是怎么样呢 应该我们会怎么样来面对这件事情呢 最终啊 我们面对他和面对其他的病毒细菌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自然界存在着无数的病毒和细菌 我们每时每刻的每一个呼吸 每吃一口东西 是吧 每碰一个东西 我们都会接触到无数的病毒和细菌 但是呢 他并不对我们造成伤害 就像一个流感一样 流感病毒 他曾经大流行杀死了很多人 但是后来流感呢 他就是一直普遍存在的事情 那么有的人呢 会在某些时候得流感 那你就想 同样一个人 同样三个人在一 同时接触了流感 那有人就得了流感 有症状甚至很严重 有的人就没感觉没症状 有的人压根就没有被感染 那就是说明这个个体之间 就有很大的差异 这是一个 那么我们再说同样一个人 是吧 同样一个人整个冬天 或者整个这个季节 我们都不停地接触到流感的病毒 或者这个病毒 那个病毒 但是我们并不是一接触就得病 一接触就得病 是吧 而是在某种情况下会得病 你如果仔细问问 在什么情况下会得病呢 常常都是说精神压力过大 最近这个睡眠不好 或者生活不接力 是吧 等等 所以都是在你自身的免疫力 抵抗力下降的情况下 那你才被感染的 那么将来我们也是一样 面对新冠也是 你时刻都会有可能 被新冠病毒感染 对吧 那么你的任务就是说 我怎么样保证 我的身体有足够的抵抗力 足够的资源来对抗它 来控制它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归根结底的话 就是中医说的那句话 正气内存 邪不可干 就这个意思 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去 在这一点上 我们节目讲了很多 从我们的营养 就生物化学的健康 各种营养饮食来讲 到我们生物能量的健康 到我们的睡眠 到我们怎么样维持 就是这个能量医学是吧 中药 针灸 打坐 冥想 这些都是这样 那么怎么样维持我们这种 精神上的健康 精神上的健康 它很大程度上 取决一个人 对生活的态度 对世界的看法 对自己的信仰 和对自己灵魂的这种 把握和看护等等 就是说它是很多层面的 我们讲整合医学 它是很多层面的 都是来照顾我们自身免疫力的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 人如果我们依赖于政府 依赖于专家 那政府和专家的权力 就越来越大 他就会越来越使用他的权力 来控制你做什么 不做什么 其实那是一个 非常错误的方法和方向 所以我希望能看到 我们节目的人 从现在起都要改变这种态度 把自己的健康 指望医生能帮你什么 或者是政府能帮你什么 或者是一个神药能帮你什么 这些东西都帮不了你 能帮得了你的就是你自己 好的 谢谢杨医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